有啦 什麼 他說小狗小貓 小狗小貓的屍體 有人也就直接把它丟到垃圾堆裡面 然後他說不過他們真的有一次就看到 就分 我說那裡面看到什麼怪怪的東西呢 就趕快把它不要剪 他說不行 四等份看到什麼就要去剪 要去分析 他說他們有一次看到一個籃球大小的頭髮 一包 沒有人敢去拆 沒有人敢拆 他們就拆拳看誰去拆 拆開 喔 還好全部都是頭髮 從這個你還原回去 他經過美髮店 對 這台垃圾車是不是有經過美髮店 你可以還原嗎 好 其實我們又回到說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往前還原 會有這個因 有那個果 那其實不管是我們在做新聞報導 或者說我們觀眾 我們都應該要去 試著要去了解那個因果關係 你因果關係搞懂了 你的邏輯就會比較懂 我們就比較不會被官員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講到老特瓶 其實我今天最重要的要跟各位講的就是小七與大二 那七就是7 7變成7 7 大家不是叫他小七小七嗎 有一個很可愛的open角對不對 對 其實小七這邊很可愛 那邊就是這隻大可 他的背後就是這大可 商舟的事件 大家之前都有看到 他報導統一集團 他就把你商舟下降 不讓你上降 你不要看他open角很可愛啊 這樣嗎 臉一抹就變成一隻怪獸了 大二 可惡的誤了 大二 這個是什麼 如果你們去7 也許你們都有買過熱衣 什麼你看到什麼 看到新熱源 我靠著HSE 對吧 我那天看到我嚇了一跳 我真的嚇了一跳 這個蒸籠裡面 我竟然發現有一件東西 在最左邊最上層 可爾 可爾必是 給他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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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他是酸性 第二個還拿去加熱 你覺得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 保特品的成分是什麼 PT PT 可以加熱嗎 連曬太陽都不行耶 你還拿去加熱 我就打電話去7的公關 打電話去問 說你們怎麼可以把那個東西拿去加熱 那會 即便是 如果你 他可能會釋放自來物 然後還會有T的那種 那個成分出來 你們怎麼拿去加熱 他進來跟我講說 這是新科技 這整個最新科技 他可以加熱 我幫你騙笑 保特品幾十年以前 有啊 你說你這個PET 你說它是新科技 你當我沒有念過書啊 然後那個客輔就跟我講說 這是新科技 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就在去年年底的事情而已 可是我們家的那個7 後來這個都空著 沒有在 打電話去FDA說 這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加熱 他說我們在那個 我的醫政府裡面 他是有說保特品不可以加熱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那好 那FDA可不可以去處理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你要打電話去衛生局檢舉 縣市的衛生局檢舉 我說 阿7在全台灣十幾個縣市都有 那我是不是要打十幾通電話去報案說 7在賣這個東西 可以嗎 這個多久 最近 最近 可能有的店都還有 那應該大家回去自己的SEL 你看 拍照 自己的SEL 然後組互聯網看能不能做 手機就 看到我手機就拍了 看到我手機就拍了 那是PET 然後PET 他就說他給那一月的 他就寫了 那是PET 你後面 因為現在所有的組成 後面都要寫那個成本 PET 是二號對不對 還是幾號 PET是幾號 忘記了 一號還是二號 有點忘記 你看就是保特品啊 他並不是那個可以加熱的那種 誇張啊 可是 誰敢動7 如果像這樣 可能偷到Youtube上面 可能他指引一下 指引一下 這個會不會有 比較有好的效益 對 這個也是一號 沒有其實 現在又回到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因為包括我 離開主流媒體之後 不斷地再去做一些 新的嘗試 就是想要突破那個部分 現階段來講 透過網路還沒有完全 真的沒辦法 你一樣 形成某個部分的共識 你才有辦法去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 你還是要兩邊交互 你才能夠真正形成一個議題 如果說現在啦 我說如果啦 陳愛玲 看那什麼婆婆媽媽 反而變 都是在網路啦 主流媒體不理她喔 會很辛苦 還是已經走得很辛苦 對齁 就是這樣子 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因為邰哥有點時間 不知道有什麼 我們可以大家 讀出來 大家一起分享跟討論 上面可以留個聯絡的 這個什麼email 或是什麼 然後可以啊 沒有問題 現在有沒有人 請來問一下導演 一些看法呀 意見啊 對於今天的主題 大家願意有一點點分享的話 你們可以用等等幾分鐘的時間 三月九號要去那個 那正面講一下 三月九號大家